其實在公益這一塊我一直都是希望可以藉由自己小小的力量 然後影響更多人 不管是孩童的照顧 甚至是流浪動物 還有這兩年我跟CVN合作的老老照顧 跟今天這一次這個很重要的主題 好好吃飯 然後讓這些弱勢的長輩可以不再面臨居居居食的問題 我覺得我剛剛所說到的不管是幼童啊動物啊或是老人 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這個族群他們都是最需要人的陪伴跟照顧的 那剛剛自己看到這影片那麼激動我自己有嚇到 因為這廣告其實在拍的時候只有我自己的部分 那在老人家他們開始演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 那我這個廣告自己也是看過很多次 因為我要去對畫面對片段 但是剛剛真的是沉浸下來好好的用不適工作的角度 完全是一個旁觀者的心情在看 看到老人家自己在吃已經發霉的吐司跟過期的玉米罐頭配在一起 然後甚至是泡麵裡面的調味包都已經不知道放多久了 他們當作是一個美食在用 因為他們只想要填飽肚子 其實看到那個畫面真的非常的心酸 那我覺得當然每一次的公益活動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捐款 可是我覺得我想要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影響更多的人 我知道我的粉絲很多都是小朋友 也有很多人年紀跟我一樣 甚至剛開始組家庭 我覺得如果我可以藉由我的力量去改正大家的觀念 而不是讓這些旁人跟有愛心的人去幫助這些老人 而是讓更多的老人家們他們是有家人的依靠跟陪伴 我覺得這是更重要的 如果這個觀念可以一直重下去 我相信未來也許都不需要走到終款這一波了 還是可以接受體罰的嘛 現在的小孩真的打不得 而且你一邊吃飯可能一邊打電動都不理你喔 基本上這個東西在我家是不可能出現的 因為在我們家以前吃飯的規矩就是不可以配電視 吃飯不能配電視這是一個重要的點 為什麼 因為家人吃飯是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小時候過年回去的時候 那時候父母還沒有離婚 所以有時候要回去奶奶家 有時候要回阿嬤家 那不管是回哪一個家 都一定有不同的親戚 我們必須要所有的人都上桌之後 然後要一個一個長輩的名字念下來 因為我是廣東人 所以我用廣東話 我就會說婆婆是飯 公公是飯 爸爸是飯 媽媽是飯 全部先念一輪 然後念到最後一個不能念到自己一輪 因為我是最小的 所以我一定要從上面到下 然後大家才可以一起動筷子 就是 所以我覺得像這些吃飯的禮 但不用像我們家這麼誇張 我們家這個基本上 不太會有家庭會這樣了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至少我從小就有一個觀念就是 吃飯不可以小孩子先拿筷子吃 長輩要在 然後並且吃飯的時候 是必須一家人做定的 才可以開動 那我覺得這也讓我覺得 像我跟我媽現在是分開住 雖然我就住隔壁 可是我不會因為這樣子 我就覺得不用陪她吃飯 不會因為我跟她距離比較近 我就 我相信應該有一些年輕朋友 他們可能會忙於自己的社交生活 或是忙於自己的工作課業 他們就覺得沒有必要去陪伴 但是其實我都還是會陪我媽吃飯 所以即使工作行程再久 媽媽有機會都會比媽媽跟家庭長輩吃飯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我吃飯的時間比較奇怪 可能工作到早上 那我睡到下午一兩點 那我媽媽午餐已經吃完了 但是我在吃飯 我的早午餐可能是很奇怪的時間 但我媽媽即便沒有吃東西 她一樣坐在旁邊陪我 我覺得這個是互相的陪伴 並不是說這個責任 好像我們必須要陪長輩 其實這就是一個互相 那這個觀念我覺得要慢慢來 因為不是每個人 跟自己家中長輩的關係都這麼好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敢跟老人家說話 大家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小時候為什麼你們過年 要帶回去的時候都要逼他 快點啊 叫阿姨啊 叫舅舅啊這樣 為什麼對不對 我們到底為什麼 就是都要這樣逼小孩 但是有時候其實這些觀念 我們可以慢慢的去 讓他去覺得跟人之間的對談 是輕鬆自在的 因為小時候我也害羞過啊 也是因為我入了這一行 我必須接觸到很多的人事務 所以我才必須讓自己去習慣跟人接觸 但是大部分的人在社交上面是緊張的 甚至他面對自己的長輩 他都不知所措 而且不知道要跟長輩聊什麼 對不對 其實長輩他也沒有真的要跟你聊什麼 但你真的就是聽聽他想要說的話 我也相信有很多長輩有一些口音 不管是來自阿美族阿賴 阿美族的長輩 搞不好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已經不再學他們的族語了 像我是廣東人 但是我廣東話很好 可是我姐姐其實是不太會聽的 就每一個小孩不一樣 那也有一些長輩他們可能有很重的台灣腔 他可能有一些小孩他的台語就很差 就是我覺得可能大家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然後選擇放空或者是不理會 可是我覺得大家就是你要讓他感覺得到 像剛剛所說的那個在乎 你在乎他然後你帶著微笑去讓他覺得有人在聽他說故事 其實他們的心靈能夠滿足 他們也會遠離憂鬱 然後我覺得這些東西是真的要有內而外的 吃得健康但是心情不好也沒有用 那我覺得這麼多的基金會 這麼多的公益團體 這麼多人的愛心去幫助這件事情 真的還是不夠的 我說的不夠是指說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用自身去做改變 然後去減少更多獨居老人的問題 讓他們獨屍 讓他們面對憂鬱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們自己想辦法把這個東西斷絕掉 從自己開始做起 因為我其實剛剛在 你可以完全的投入零錢在零錢箱 你可以把我們做的四個即時料理包 有極末的極也有極力的極 對就是不同的意義層面的這個料理 然後你做成一個屬於自己的零錢包 他後面是可以投零錢對不對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你就是可以把零錢全部都投在裡面 對 然後一次再把它投到這個我們的公益募款商裡面 對就是把它裝好裝滿 然後最後你再捐出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可愛 因為它可以是一個隨身的小鋪滿 然後你就是有一種養成做愛心的這個習慣 然後也要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自己都吃飯都不知道可以吃得多飽了 我還要幫助別人啊 我覺得當然這是你們的選擇 可是如果你們在買東西的時候 找出的一塊錢的零錢 五塊錢的零錢 十塊錢的零錢 不管是多少 就算只是一塊錢 我覺得那個 都是一身心力 對那個心力動作很重要 積少成多 而且這麼多人的力量集結在一起 一定只會讓這件事情更順利的進行 對 我跟他們說菜嗎 因為我媽本身真的很會煮飯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他們問我 我媽的拿手菜是什麼 我其實回答不出來 因為太多 有點多 我回家有跟我媽聊這一題 我說哇你會煮的東西太多 但我最後選擇的一道是 我去外面餐廳都不會點的 因為我覺得沒有餐廳做的比我媽媽好吃 哇 媽媽聽到這個一定開心了 不得了 是真的 因為我去吃泰國菜 我絕對不會點檸檬魚 因為我怎麼吃都覺得真的沒有我媽好吃 我又不好意思嫌棄人家廚師做的不好吃 我不會嫌棄 他們直接不點就好了 對 然後我就把我的幾隻料理就選了這個檸檬魚 然後又多配了這個名字叫彈心檸檬魚 因為我跟我媽真的就是 其實我家親戚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父母離完之後 然後可能大家一直以來距離也不是那麼靠近 我覺得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一些 就是不同跟親戚之間的關係 對 但是因為我跟我媽媽的關係非常的靠近 然後我姐姐也是三不五時就會 跟他們一家人回到家裡一起吃飯 所以我覺得在餐桌上聊天 算是我們每一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不管是她聽我說我想說的事 或是我聽她說 有時候甚至是陪她聊她好以前的事情 就是從這中間去認識媽媽的過去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覺得這個彈心的過程 如果每個人能夠跟我一樣 就是有這樣子幸福的時刻 我會覺得很開心 好我們先在這邊看一下我們最中間 好再來看一下我們前排右手邊的攝影大哥 我們今天不要零用來的 我們要煮的攝影大哥 我們iona西餐廳 長 bees啟動 我們要加一個點兒 我們到來熄悉 我們到來熄悉 我們要五時到來熄悉 我們要用水